石门区间路里引法据点在石门国小里面 考虑到学生的受教权跟校园安全 里长要办理这个引法活动 都尽量选择学生的课与时间 不过这样的时间安排让长者不变 不但中午没有办法共餐 若是真的要聚会也只能吃下午茶 为此里长积极地另寻引法据点 石门区间路里引法据点在石门国小里 考虑到学生的受教权与校园安全 里长要办理引法活动时 都尽量选择学生的课与时间 不过这样的时间安排 长辈无法共餐 若是真的要聚会也只能吃下午茶 为此里长想要另寻据点 透过会刊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位置 主要因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是在国小里面 你一办活动就牵手到 学生的受教权 校园的安全 免禁问题 这些都是急需改战 以前在乡的时代是比较没有省了那么多的活动 现在我们引法俱乐部也挂在那里面 那个地方小小的有没有除防灰办共餐 现在石门区第一个就是中央认定的 内政部认定的任性防灾社区 刚好那边如果要拨用给他们 我们就连我们的沙包都没地方放 所以需要一个多功能的 引法俱乐部防灾防灾整备中心 其实先前里长已经多次在既有的建筑物中寻找适合的据点 但是不是地幕不符合就是不适合长辈的出入 为此也寻找到台二县旁一处国产署的空地 希望能够透过新建的方式解决引法据点无处可去的难题 石门区已经是20.3%以上的65岁以上的人口 很需要一个关怀的据点这样 所以建设说开一个供购的大楼 虽然知道时间是很冲长 希望是一个起步 争取在地方上有利的建设 在会刊中集合立委办公室 国产署 北关处 民政局 城乡局等多个单位一起来商讨是否可行 会刊决议由公所提出 若是要新建工程 要提供建屋的空间设计 配置具体规划与财务计划等等 给市府来核定 后续也将送往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进行参考审议 季交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